236頁 236頁 上一次呢講到這個 眼的部分 那講到了前四種 下面呢是獲利五種 或者這個眼呢 可以分為五類 為五趣所設言 這五類呢 就是五趣 天 天人的言 那麼人 人的言 那畜生 鬼道的言 以及地獄 這五種眾生 他們的言 可以分為這五類 獲利六種 或者呢 又可以分為六類 為至相續言 第一種呢就是自己 自己的眼 那這個眼呢是相續的 就是你這一次的果報 當中呢他是相續 然後呢沒有間斷的這樣的眼 第二個呢是他相續言 第二個呢是他相續言 就是別人的 和這個字相對來講就是他別人的 端眼眼 端眼眼 或者呢這個眼睛呢是非常的端眼 非常的莊嚴 端正的這個眼 醜陋眼 或者呢有的人的果報 這個眼呢就是 比較醜陋 不是那麼殊陋 再來呢有夠眼 及跟這個無夠眼 這兩類 這個有夠跟無夠呢 或者說 這個眼睛呢有這個眼翼 眼睛長這個翼 那麼看這個東西呢就看不清楚 這個叫有夠 那如果沒有這個毛病的話呢就是無夠 第二個解釋呢 凡是有肉的 凡夫這個有肉的 這個眼睛呢都叫做有夠 那麼聖人呢 就是無肉的眼呢就是無夠 可以這樣解釋 獲利七種 或者呢可以分為七類 為有視眼 這個有視的眼 就是在這個時期呢 我們的眼 是有眼 眼視在活動 當我們的眼呢 你正在接觸這個捨近的時候 有在這個捨的進階上活動 那麼叫做有視眼 那無視眼呢 就是你這個時候呢 眼視不起作用 但是你的眼呢還是存在的 就是無視眼 強眼 強眼 弱眼 弱眼 這個字呢是強 強壯的強的意思 那這個強跟弱呢 也是相對 有的眼睛呢特別的好 特別的有力 那有的眼睛呢 就是特別的模糊 沒有力量 看東西呢都不清楚 善視所依眼 善視所依眼 不善視所依眼 無際視所依眼 這就是善不善跟無際 那這個善視呢 雖然是說眼 但是這裡的視呢 和善相應的 你的眼視呢 雖然是在活動 但是呢是和善法相應的 這叫做善視所依眼 這個前面講過 最初這一岔螺呢 眼 眼視呢接觸到境界 就是帥耳心嘛 那麼之後呢 他就交給了第六意識 那等到最後的 染鏡之後 又等流 那等流的時候呢 眼視呢就跟著這個 第六意識活動 如果第六意識是和善法相應 那麼眼視呢 也一樣和善法相應 所以呢是善視所依眼 那和不善法相應的時候呢 就是不善視所依眼 就是我們的眼視 接觸在舍近的時候呢 可是這個時候你有 種種的 不善心 一起活動 那再來呢就是無際視所依眼 也不是善 也不是善 那也不是不善 那也不是不善 就是無際 這三種 獲利八種 為依促眼 變化眼 這個依促眼呢 簡單講就是我們的肉眼 就叫做依促眼 我們的眼根呢 它要有所依子促 那麼這個依子促呢 就叫做依促眼 就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這個 這個眼球 也就是浮成根的這個眼 那這個再來呢變化眼 變化眼的話呢 就不是了 就是這個近舍跟的這個眼 實際上呢 在作用的這個眼 就叫做變化眼 我們的肉眼呢 只是一個依促促 它呢實際上 不負責這個眼視活動的 這個部分 它只是為依促促而已 那這個近舍跟這一部分呢 就叫做變化眼 那為什麼叫變化呢 就是我們的眼視 在活動的時候呢 它是相去差弄的變化 一下子攀緣這樣的境界 可是呢 它下一差弄又攀緣到另外的境界 就是時常在變化 它的作用呢變化很快 這個近舍跟 那麼它呢 能夠攀緣一切的舍近 所以呢叫做變化眼 那這樣講呢 依促眼就是浮成根 變化眼呢 就是我們的近舍跟 有這兩種的差別 那麼善業益熟生眼 不善業益熟生眼 就是這個眼呢 它是益熟生眼 由過去式的業力 所感得的 現在的這個果報 但是過去的業力呢 是造善業所感得的 那麼再來一種呢 就是不善業益熟生眼 過去式造了這個惡業 那麼呢 今這一次呢 感得這個 不好的 不好的這個眼的果報 好 簡單講呢 我們說 供這個光明燈 好 那可能 過去式有造作這樣的功德 好 那麼你這一次呢 你的眼呢 可能就特別的名利 好 那相對呢 你 障礙人家這個光明的話 就是你這一次的果報呢 相對的 眼睛呢就不是那麼好 好 會有這樣的差別 那麼 食所長養眼 睡眠長養眼 好 那麼 犯行長養眼 定所長養眼 好 這個呢 就是前面講過這個長養 有四種長養 第一個呢 是飲食 就是我們的這個舍身呢 這裡說的是眼 那其實包括蛇腎都一樣 就是 需要飲食來滋養 就是你必須要吃這個食物 那麼這個食物呢 它有營養 那麼這個營養來滋長這個眼睛 第二個呢 是睡眠長養眼 眼睛呢 還是要靠這個睡眠來長養 不睡眠的話呢 那這個眼呢 這個功能呢 在破壞的時候就會很快 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 凡 泛行 就是修這個清淨行 它呢 也能夠長養我們的身體 包括這個眼 那第四個呢 就是修這個禪定 你如果修定 得定的話呢 那麼這個定的話 它本身呢 也有力量 能夠滋養我們的這個眼 就是四種長養 就是四種長養 破壞於九種 或者分為九類 為以得眼 為得眼 為得眼 這個以得呢 就是過去的眼 以及現在的眼 都可以叫做以得 已經得到的眼 當然過去的話呢 也已經滅掉了 也包括在以得這方面 那麼為得眼呢 就是未來的 在未來的眼 你還沒有得到 現在呢 有這個樣的因 但是還沒有得過 就是為得眼 那麼成得眼 成得眼的話 就是你過去得過 就是你過去得過 這樣的眼 但是呢 中間呢 有滅掉了 消失了 沒有了 那麼現在呢 又得到 得到這樣的眼 叫做成得眼 比如說呢 這個天眼 天上的人呢 有這個天眼 那你如果呢 過去是有 生到過天上的話 那麼你也得過天眼 但是果報進了 又回到這個人間 所以呢 這個天眼又消失了 那改天呢 你又修這個福業 又上升到天上 又得到天眼了 那就是成得眼 那麼未成得眼 你過去 所沒有得到的眼 那麼你今天呢 最初獲得 那麼這個呢 就是未成得眼 比如說呢 凡夫 凡夫的眼呢 就無眼來講 他呢 只有肉眼跟天眼 那麼這個慧眼 法眼跟佛眼呢 他是沒有的 那麼有一天呢 當我們這樣修 修學聖道 你成功了 你成就聖道了 你就成就這個慧眼 或者法眼 乃至將來成佛了 成就這個佛眼 都是創得的 最初得到的 得以失眼 那麼呢 得到了 又失去的 這個眼 因斷眼 那麼不因斷眼 這個因斷的眼呢 就是有肉的 有肉的眼呢 是因斷 那麼不因斷呢 當然就是無肉的眼 凡夫呢 都是有肉的眼 那是屬於因斷的 我們應該把它斷滅掉 那麼不因斷呢 就是無肉的眼 就是聖人的眼 是不因斷的 那麼以斷眼 非以斷眼 就是應該斷的 那麼你 如果有一天 你已經把它斷掉了 就是以斷眼 有肉的眼 你把它去除了 就是以斷的 那麼非以斷眼呢 無肉的 當然啦 我們不應該斷除 所以呢 就叫做非以斷眼 那麼這就是十種 獲利 前面的九種 那下面十種呢 獲利十種者 五 如果要分為十類的話呢 那麼是沒有的 就是就這個名項上來講 他沒有十種的 名項好分類 所以說呢 這方面就是五 沒有 獲利十一種 或者呢 又可以分為十一類 未過去眼 未來眼 現在眼 就是三次的 那麼內眼 外眼 這又是一類 內的話呢 或者說是我們自己的眼 那外的話呢 就是別人的 叫做外 那麼出眼 細眼 或者呢 是屬於出列的眼 或者呢 唯妙唯細的眼 那麼列眼妙眼 這個列跟妙呢 或者不善業 所成就的 就是列的眼 那麼善業成就的 就是妙的眼 那麼遠眼近眼 遠呢 就果報上來講 過去式的 以及未來的 就是 已經很遠的 對現在來講呢 是非常遠的 那麼近呢 是現在的 我們所得的這個眼 是屬於近的 近的眼 那麼以上呢 就是眼 這個眼根呢 就分為這麼多類 在這個 白髮裡面呢 它眼只分為一類而已 但是這裡呢 就把它開展為這麼多類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都是一樣 下面講這個 耳鼻舌聲這些 如眼如視 耳等一耳 那麼前面眼呢 分為這麼多類 好 那麼下面的這個耳鼻舌聲呢 耳等呢 異耳 也是一樣 它也可以 照這樣去分類 那麼跟眼 都完全是一樣的 你只要把這個眼呢 改為耳鼻舌聲 那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呢 還是有差別 適中差別者 為真三真四 在這個 雖然說是一樣 但是呢 還是有一些差別 那這個差別呢 指的是什麼 就是真三跟真四 就是第三 在第三種 跟第四種這邊 和前面的眼 是不一樣的 那下面就解釋了 怎麼樣 怎麼樣的差別 三種耳者 為肉所殘耳 天耳 省地耳 這個三種耳呢 我們這個耳根 在三種這方面呢 它就跟眼部一樣的 它的三種是指哪三種呢 第一個是肉所殘耳 就是我們的這個耳根 那麼我們的耳根呢 它是為肉所殘的 就是被肉呢 包在一起 那麼這個指的呢 就是我們平常的 普通人的這個耳 就叫做肉所殘耳 前面的這個眼呢 有一個肉眼 那麼這個呢 就是肉耳 意思是一樣的 第二個呢 是天耳 天人的耳 又不一樣 第三個呢 是省地耳 這個省地呢 省呢 就是省慎的意思 非常的省慎 那麼地呢 是地查 那麼省地耳是 省地什麼呢 就是省地我們所聽聞的 這一切的法 我們要省慎的去思慮 去觀察它 那當我們有這樣的時候呢 就叫做省地耳 那其實呢 這樣的耳呢 應該可以說就是 聖人的境界 都是省地耳的 凡夫呢 可能還沒辦法 四種耳者 還有呢 四種耳 就是和前面的眼呢 也不一樣 他的四種呢 指的是 為恆相敘耳 而 不恆相敘耳 那個恆相敘跟不恆相敘呢 恆相敘的話 指的呢 就是捨戒天 天人的 所成就的耳 都是恆相敘的 那麼不恆相敘呢 就是欲戒的 欲戒 欲戒的這個人呢 欲戒的眾生 那麼他的 所成就的呢 就是不恆相敘 就跟前面的這個恆相敘言 不恆相敘言 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 就是 這個 捨戒天呢 捨戒天的天人呢 他是和平的 沒有這個鬥爭 不會呢 互相打殺 所以說他的捨身呢 是沒有這個破壞的問題 他的一起的果報呢 就是恆相敘 就是不會破壞 那欲戒 欲戒的話就不一樣 欲戒的眾生呢 煩惱比較重 貪稱吃 那時常呢 互相這樣 這樣打殺 就會破壞 所以呢 就是不恆相敘 他呢 有可能中 果報沒有進的時候 但是呢 這個耳根 就被破壞了 不起作用 就不恆相敘了 高聽耳 非高聽耳 那麼這個高聽呢 就是 我們的耳呢 我們的耳呢 能夠聽這個 善巧的音聲 能夠聽這個種種的音聲呢 然後呢 就這個音聲的相貌呢 我們呢 有能力去辨別他的高 或者低 高下的差別 這個呢 叫高聽耳 那麼相反的話 就是非高聽耳 就是你不能辨別 所聽聞的這些音聲呢 的種種差別 好 那麼這個呢 就是這四種 那麼三種鼻舌者 前面呢 是三種耳跟四種耳 就是有這樣的差別 那下面呢 就是鼻舌 它合在一起講 那合在一起講呢 就表示這個鼻跟舌呢 都是相同的 三種鼻舌者 三種鼻舌者 為光靜 不光靜 即被損 就是如果分為三類的話 指的呢 就是第一類就是光靜 非常的 親近 或者呢 第二類就是不光靜 有這個染汙 不是那麼殊勝的 美妙的這個鼻舌 就是不光靜 那麼第三類呢 就是被損 被破壞的 已經被損壞的 這個鼻舌根 可以分為這三類 那麼四種鼻舌者 如果分為四類的話呢 會橫相去 不橫相去 跟前面呢 是一樣的 有視 無視 或者呢 有視的 鼻舌 以及沒有視的作用的鼻舌 有這兩類的差別 這個有視跟無視呢 就是你當你的鼻舌 跟呢 是有視在活動的時候 或者呢 沒有視在活動的時候 有這兩類的差別 那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蛇戒天 蛇戒天呢 他就沒有鼻舌視了 你升到蛇戒天的話 他是沒有鼻視跟蛇視的作用 那為什麼 因為他那裡呢 不吃飯 升到蛇戒天呢 他是 沒有這個飲食的問題 所以呢 他就不需要 鼻視跟蛇視 但是呢 他還有鼻舌根 他有鼻子 然後有舌頭 有這個鼻舌根 那為什麼會有呢 就是為了他的相貌的 這個端顏 你像一個人如果沒有鼻子的話 那怎麼 怎麼能看 所以說呢 蛇戒天的天人 他呢 還是有鼻舌根 但是呢 他是沒有視的作用 就是有這樣的差別 三種生者 那下面就講這個生了 如果分為三類的話 就是為 指揮處 非指揮處 即一切片諸根所隨足故 第一個呢 就是指揮處 這個指呢 就是 物品呢 當他提煉出水分以及精華之後呢 所剩下這個殘餘的東西 就叫做子 那這個指揮處的身呢 怎麼講 就是我們這個 育界的 這個眾生呢 這個人的身體 當我們吃東西呢 它需要排泄 它並不是完全的消化吸收 所以呢 它會有殘餘的 這些 糞便啊 大小便 它就會排出來 就是這個指 指揮 這是不親近的東西 無揮的東西 那麼 非指揮處呢 這個天人呢 天上的這個人呢 他也是吃東西 遇見天的天人 但是呢 他吃的東西呢 是完全消化吸收的 所以呢 他就不排泄 那他們的身體呢 就是非指揮處的身 這樣子 那麼第三類呢 一切片諸根所隨足 這個身呢 我們說這個身是一個主要的 主要的這個身體 那麼 一切片諸根 指的呢 就是前面的這個眼耳鼻舌 它呢 都要隨足這個身 它才能夠有作用 沒有說呢 眼睛呢 離開了身呢 它還能夠單獨作用的 不行 它呢 是要依止在身上 那麼耳鼻舌呢 也是一樣 這一切根呢 眼耳鼻舌根呢 都必須要隨足在身體上 依止在身體上 它才能夠有作用 所以說呢 一切片諸根 所隨足的 就是這個身 以身為主 它是一切根呢 所依止的 這個處所 那麼這樣講呢 這句話指的就是 身根 就是身 四種身者 未恆相畜 未恆相畜 不恆相畜 跟前面呢 也是一樣 這兩類 那麼有自然光 比如說這個天 天上的天人呢 它呢 有自然的光明 那麼無自然光 就是這個 我們的身體呢 就沒有了 沒有這個自然的光 天人呢 它都是會發這個光的 它的身體呢 就會發光 像這個 世王天 跟這個 道立天呢 它這個 日月的光 還照得到他們的世界 那麼夜摩天以上呢 就沒有這個日月的光了 那他們的世界是 怎麼樣光明 就是靠他自己的身體 發出來的光明 所以呢 它本身呢 身呢 就有自然的光明 這樣子 那麼以上呢 就是 眼耳鼻舌 鼻舌身呢 其實都一樣 但是呢 在這個三種 跟四種的這個地方 有這個差別 好 下面講這個 液根 獲利一種液 或者呢 這個液根呢 要歸類的話 可以歸為一類 為由 是 法液固 這個液根呢 如果說一種的話 那是哪一種呢 就是 由於這個液呢 它能夠了別 這個四呢 就是了別的意思 它能夠了別一切的法 以及液 所以呢 就叫做液 它能夠了別這個法跟液 那這個法跟液呢 什麼是法 就是人權的 這些名句 語言的文字 都叫做法 它能夠全顯 一切的道理 就是這個語言的文字 就叫做法 那麼液呢 就是所全顯的 這一切的道理 都叫做液 一個法 一個液 那麼這樣講呢 我們說 一切法 是 由我們的業力 所變現的 不管是什麼法 都是由阿賴耶士所變現的 那麼當它變現出來的時候 這一切法 出現的時候 因緣合合出現的時候 它本身呢 是黎明眼的 就是當這個桌子 有因緣合合出現的時候呢 它本身呢是黎明眼相的 那為什麼叫做桌子 就是由我們人的智慧 給它取的這個名字 安逸的這個名字 所以呢 這個桌子的這個明眼呢 就是法 那麼液呢 就是所全顯的 這樣的一個 因緣合合法 出現的這個物體 一個法一個液 那麼這個法跟液呢 由誰來了別 就是由我們的液 由我們的這個液來了別它 液有這樣的功能 它能夠了別 這一切法跟一切的液 所以說呢 就是 一種液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它能夠了別 這樣的境界 獲利二種 或者呢 液要分別的話 可以分為兩種 那哪兩種呢 為惰失色液 以及不惰失色液 就是分為這兩類 這個惰呢 就是落入的意思 或者歸色的意思 歸入在這一方面 那麼這個失色液呢 怎麼叫失色呢 就是給予的意思 那麼色呢 就是建立的意思 建立或者制定 那麼失色呢 簡單來講就是安立的意思 就是安立什麼 就是安立這個明言 那麼不惰失色液呢 就是沒有安立這個明言的意思 就是 那麼下面會解釋 那麼下面會解釋 初畏了別明言者意 後畏因而意 那麼這個惰失色意呢 就前面講過 它能夠失色安立這個明言 那麼這裡的解釋呢 就是第一個 就是它能夠了別明言者意 能夠了別種種的明言 語言文字的這個相貌 它有能力去了別 去安立這樣的明言 那麼呢 就叫做惰失色意 就是它能夠分辨 當它的心呢 接觸到外在的境界的時候呢 它馬上就能夠 由它的內心呢 起了這個明言種子 那麼去分別這種種的境界 看到這個色法 是青黃赤白 是長短方圓 或者呢 聽到這個聲音 是什麼聲音 它馬上呢 就能夠用種種的明言 去安立它 去失色它 這個就是它能夠了別明言的意思 就是因為它有學習過明言 所以說呢 當它接觸到境界的時候呢 它就馬上能夠去 去安立這樣的明言 看到人走過來了 它就能夠知道說 這是什麼人 是男的 是女的 是老的 是少的 就是它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它有這樣的能力 那麼不堕斯色意呢 就是它的解釋就是 為嬰兒意 小孩子 剛出生的這個嬰兒 那麼這樣講呢 就是它還沒有學習到明言 它剛出生的時候 在嬰兒的階段當中 它還沒有學習到種種的明言 當然它也是會 看見種種的境界 但是呢 它就沒有辦法安立這個明言 它看見父母親 它不知道這是父母親 為什麼 因為它在這個時期呢 它還沒有這個父母親的這個明言 等到它學習之後 它會叫爸爸叫媽媽 乃至到學校到社會上之後 它就是變成了別明言者的意 就是它學習過了 那還沒有學習之前呢 就不曉得 當然它的內心呢 它的阿賴耶士 還是有明言種子 過去世是有學習過的 還是有 但是這個時候呢 它還是要經過學習 它才能夠引發它的 過去所學習的這個明言的種子 使令它有現行 這樣子 那麼這是第一個解釋 一個呢 它有學習過明言 一個呢 是沒有學習過明言的 那麼第二個解釋呢 又初畏世間義 什麼叫舵思舍義呢 就是世間義 那麼世間義呢 簡單講 還是一樣 它就是落入這個語言文字的 這個範疇裡面 它還是離不開 凡夫心呢 這個世間的義呢 當然就是 或者說凡夫 或者說聖人也是一樣 當它在世間上活動的時候呢 主要 還是要依靠這個語言文字 來活動 那麼後衛出世間義 這個初世間義呢 就是 你成就聖道之後 我們說這個 無分別字 你成就聖道之後 正入了這個無分別字 那麼當你的心呢 入於無分別字的時候呢 就是不分別一切境界 它呢 就無分別了 那無分別簡單講 就是它沒有這個語言文字 在這個地義地上呢 它不和這個語言文字相應的 那一旦不和語言文字相應呢 它就 就是無分別 所以說呢 這個聖人的義 這個初世間義呢 它就是不堕施設義 就是不落入這個語言文字的相貌 在必進空中呢 這個語言文字呢 是不可得的 因為這個 這個真理呢 這個地義地呢 你是沒有辦法 用 語言文字去全顯的 這個道理呢 都是屬於這個世間的 這個範圍裡面 可是當聖人 前面講這個世間義呢 聖人也是有 那怎麼講呢 就是 它 成就聖道之後呢 就是入了這個無分別字 但是呢 它不是說 長時期 一直入於這個無分別字的 它有時候呢 它也會出來 出定 我們說出定 它在定中呢 是和無分別相應 和這個真理相應 但是它一旦出定的話 就是無分別的獲得字 就是聖人的獲得字 那麼聖人的獲得字是幹什麼 它還是一樣 安利這個語言文字 那安利什麼道理呢 就是安利 它所證悟的境界 那麼用 種種的語言文字 安利它的境界之後 那麼為眾生去宣說 就是佛陀成就聖道之後 證悟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 就是入於無分別字 那麼等到它出來之後 它為眾生宣說種種的 這個佛法 或者說苦極滅道 那麼它當它要宣說這個佛法的道理的時候 它還是要假借這個語言文字 去顯示它 所以說呢 無分別的獲得字 還是屬於世間義 那麼出世間義呢 就是無分別字的 還是一樣 語言文字 跟這個黎明言的這個差別 那麼這是第二個意思 如果說 義安利為兩種的話 就是一個多思色義 那麼呢一個是不多思色義 就有這兩種的解釋 獲利三種 或者呢這個義呢可以分為三類 為心意識 那麼這個心意識呢 前面呢 這個第一卷的地方 就是有講過了 那麼再簡單提一下 它的差別呢 簡單講 名字的差別 指的是同樣一個 就是心 但是在名稱上呢 有這三種差別 可以稱之為心 或者稱之為意 或者稱之為識 名字的差別而已 那麼內涵呢是一樣的 那麼第二個呢 或者呢 就時間的差別 過去呢 叫做意 我們說等無間滅意 就是過去式 已經滅去了 叫做意 那麼現在呢 叫做是 未來呢 叫做心 就實踐上來講 因為心呢 是極起的意思 是積極以諸法種子 所以心呢 是屬於未來的 還沒有起現形 那麼識呢 是現在在了別的 正在了別的 那麼意呢 就是一個等無間緣嘛 滅去的過去的識 就叫做意 所以就實踐上有過去 現在未來的差別 或者呢我們說 失色的差別 十八戒 十八戒 十八戒有一個 就是指的是心 那麼十二處當中的這個意呢 就叫做意 那麼五運呢 捨受想行事 那麼這個就稱之為事 就立場的不同 那麼同樣是心法 就可以歸為這三類 就十八戒 十二處跟五運來分別 就是這樣子 那或者呢 剛剛講的這些差別呢 都是小秤的說法 因為他不承認呢 心意識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小秤的這個見解呢 以為心意識是同樣的 只是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名稱 那麼在大秤佛法來講 就為事學派來說 什麼是心呢 就是阿賴耶識 那麼意呢 就是第七莫娜識 那這個識呢 就是第六的意識 他是把這個心意識 是個別的獨立出來 然後給予他不同的道理 來解釋 是不一樣的 一個六七八四 那當然小秤 小秤的學派呢 他是不承認 有第七四跟第八四的 他最多只是承認到第六四而已 所以就小秤來講 心意識 指的呢都是第六意識 那麼這個就是他的差別 可以再看前面的這個 第一卷的地方還有解釋 獲利四種 或者呢這個意呢 可以分為四類 為善 善的這個心 以及不善的心 還有呢就是有負無忌 跟無負無忌 還是這三類 善法 法 跟不善法 以及這個無忌法 那這個無忌呢 這裡又分為這兩種 善不善就很簡單 就不講了 這個有負無忌呢 他是屬於無忌法 那為什麼稱之為有負呢 就是他能夠障礙聖道 第二個呢 他能夠隱蔽我們的心 所以呢稱之為有負 他能夠障礙我們成就聖道 那第二個呢 隱蔽於我們的心性 又稱之為有負 那這個無忌呢 就是他不是善也不是不善 就稱之為無忌 那如果是無負無忌的話呢 就是他不會這樣的無忌法 不會障礙我們成就聖道 那麼呢也不會隱蔽我們的心性 就叫做無負 就叫做無負 那當然他也是無忌法 所以呢就是無負無忌 就是可以分為這四類 獲利五種 或者呢這個義呢 這個義根呢可以分為五種 位五位差別 就是五個階位的差別 一陰位 在陰陛上的這個階位 那麼當然呢就是他還是在種子的階位 就是屬於陰位 二果位 就是成就了 現行了 已經德國報了 那麼就叫做果位 三樂位 四苦味 五不苦不樂味 第三個呢 樂味 和樂相應的 這個義 以及和苦相應的這個義 跟這個不苦不樂相應的義 這個苦樂不苦不樂呢 其實呢就是心的分別 還是心的分別 所以說呢就是和樂相應的 所以說呢就是和樂相應的 有這五種 借位 獲利六種 或者呢可以分為六種 那哪六種呢 為六四生 這個樂呢 樂四呢又可以分為這六類 就是眼、眼、視、耳、視、鼻、視、舌、視、聲、視、意、視 就是六四生 如果分為六類的話 就用這六四來講 就是分為這六種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太遠了 能否給大家覺得 放進去 1,2,3 10 是 即食 來 我也 喜歡 兩 三 兩